圣母马鸡有幸锒铛入狱 其原因竟是未能时刻监护孩子 辛普森家没有母亲的生活 可想而知会有多惨 伯恩斯今天善心大发宣布提前下班 侯末难以激动立刻致电马鸡通报喜讯 很显然对方明显保有迟疑的态度 下一秒侯末就被伯恩斯当场叫去加班 负责给破损的辐射墙壁张提海报 从而起到最基本掩人耳目的作用 虽然操作简单 可流程还是要走的 为了确认海报是否垂直 伯恩斯特意雇来专业测量师启动千锤 这样一来只需再静静等待三个小时便可 侯末看看手表心情也变得焦急难耐 这样一来 之前那所谓的早下班就全泡汤了 可伯恩斯非但不予理会还享受其中 命令千锤师一边工作一边哼唱苦力各 春田镇的资本压榨老大果然名不虚传 与此同时马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需要看管三个孩子的他 简直分身乏术 率先安抚好麦奇吃饭后 丽莎又找上门来 他抱怨着母亲的知识水平太过低下 竟然没给自己的公海马 逢治愈而带 马鸡刚想狡辩 却发现原来是巴特在搞怪 趁着自己不注意篡改了丽莎的剧本 马鸡现在只能先让麦奇吃饱再想其他 可结果却不尽人意 直接被撒了一身饭 巴特提议帮忙 却适得其反搞砸了一切 马鸡一气之下只好命令他有多远滚多远 只要不在家去哪都行 无奈之下 巴特只好孤身前往公园游玩 他有幸遇到好学生小马 并与之相谈甚欢 就在这时对方的母亲突然出现 他得知巴特没有大人陪同后立刻报警 就这样 马鸡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 被强行带走 这让刚加完班回家的侯莫 满脸不可思议 来到公堂 马鸡理由充分向法官辩解 曾几何时自己小时候 就经常在外玩耍 那时的他 根本不需要家长们时刻监护 没成想此举 竟当场导致老鸡惨遭监禁 可就算如此 马鸡也并不打算放弃 选择据理力争尝试着说服众人 他认为 评判父母是否称职的标准不应如此 侯莫非常同意妻子的观点 也许自己作为父亲而言并不称职 但马鸡却从未抛弃过他 作为母亲的责任 结果显而易见 法官判定马鸡反驳无效 被处以监禁90天的严酷刑期 知识女皇丽莎对此结局明显不满 随之站起身来 借助小说内容大骂着不公平 考虑到她的年龄上右 法官急于口头批评 如若对方继续口无遮拦 必定施以惩罚 彻底丧失自由的监狱 与家里完全不一样 马鸡再也无法 随心所欲一意孤行 他必须主动适应 新环境融入到大集体中 反观此时的辛普森家 更是雪上加霜 侯墨做出的餐食 哪怕是给狗都不吃 正当众人灰心丧气 不知该如何是好之际 他的朋友们 纷纷携带美食前来慰问 这也许就是同情的美妙感吧 侯墨一时间 变成了春天镇里最幸福的人 范浩腾表明马鸡的遭遇 为众人敲响了警钟 没有什么是比孩子的安全 更重要的了 为此他给苗浩斯 安装了一个伸缩狗绳 这样一来 便可轻易实现远距离召回 此时的马鸡 正在监狱图书馆认真学习 可美好总是暂时的 下一秒就惨遭威胁 不断被女宿馆老大 所带领的团体戏弄 身为春天女强人的她 怎肯久居人下 随之利用自身的头发优势 实现反击 这样一来众人 便再也不敢轻易打扰她了 巴特连做梦 都没想过失去母亲后的生活 竟然会变得如此美好 等到侯莫离世的那天 该会有何等绚丽的派对 简直不敢想象 辛普森家父辞自孝的名场面 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众人享受美食的同时 弗兰德也已经更换了家中的床单 侯莫在恍惚之间 竟把对方想成了妻子 也许这么久以来 他需要的并不是马迹 而只是擅长 把自己当成孩子的人类罢了 没有了家庭的束缚 一切都变得异常轻松 马迹渐渐适应了监狱的日常生活 不自觉间 他仿佛爱上了这里 哪怕是侯莫有幸 找出法律的漏洞 可以提前将其保释出狱 但这根本无法是现在的马迹动容 现在看来 如若回家才是真正的不自由 对方只是想让自己代替他看管孩子 为了能继续待在监狱中 马迹故意犯错 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摆脱母亲的身份 沉浸在真正为自己而活的乐趣中 虽然表面上有些不负责任 但他只是需要暂时的休息而已 既然如此 侯莫便不能继续颓废下去 他决心代替马迹的位置 成为完美主妇 侯莫瞬间陷入到梦境中 凭借自己那既出色又调理的形式风格 将辛普森家每个成员都照顾得井井有条 可结局却依旧无法改变自身世久的问题 侯莫这天独自牵着孩子们外出放风游玩 但由于拉尔夫不听指挥独自逃离 导致侯莫只好暂时将绳索交由巴特看管 此时的孩子们也已经受够了约束 纷纷提议彻底摆脱家长去公园玩耍 马迹看着育友们手中的家务设施 竟不由联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与丈夫 也许早点出狱回归家庭更幸福 没成想他话音刚落 竟然直接点燃了越狱狂潮 与此同时正在公园玩耍的孩子们 也遭受到了百年难遇的龙卷风袭击 天灾与人祸导致整个春天镇彻底混乱 猴莫借机化身预警潜入妄想 带马迹逃离 待到风暴停止后孩子们无疑受伤 唯独小胖警长的孩子拉尔夫销射踪迹 马迹不理解为何他每次从监狱回来后 丽莎与巴特就会变得异常的黏人 很显然两人只是受够了侯莫的蠢笨 其实马迹就是辛普森家的灵魂所在 应该说每一个母亲都是家庭的关键 哪怕是平日里那烦躁的唠叨声 也能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加温馨